大家好,非常高兴能够来这边 我跟各位应该有1.5公尺的距离 所以我就先把口罩拿下来 听得到吗?非常感谢 其实公民黑客这个字是Civic Hacker 那Hacker就是去看到一个系统 把自己全新投入一个系统 然后也看得出这个系统的破绽 也看得出这个系统不足之处的人 他本来并没有好坏可言 当然现在大家会觉得说 资安的这些所谓的骇客 他们也是全新投入一个系统 没有错 但是有一些就拿来谋自己的利益 有一些拿来什么勒索 什么软体 那个叫做黑帽的骇客 那如果他是提出一些漏洞 给这个站长知道 让他可以超前部署 可以防止未来可能别的黑帽的骇客 这个叫做白帽骇客 就是去补上系统的漏洞 但是一个公民黑客呢 既不是黑帽也不是白帽 它呢是我们做一个新的系统 让这个新的系统完全没有旧的系统 所有的这些缺陷 那这样子一种创造性的黑客 就是公民黑客的意思 简单来讲我们常常是说 那你行你来啊 开门造句你行你来 就是说你看什么东西不顺眼 像台湾有一群公民黑客 我们注册了一个网络的一个网站 叫做G0V.TW G0V.TW这个概念呢 就是我刚才讲的 你行你来的这个概念 大家不是只是说 我们的政府提供的数位服务不好用 而是说我们自己想出一个更好用的一个版本 然后呢我们就把它公布在网络上 让大家来使用 像各位可能有用过 尤其如果是国语文的老师的话 或者台语课语的老师的话 应该有用过一个叫萌典啊 萌芽的萌 或至少听说过 那这个就是G0V的一个作品 因为当时教育部的重编国语词典 很久没有改版了 那在手机上基本上是没有办法用的 而且呢还要横向卷动 而且呢里面还缺很多字 而且呢 如果你是用国语词典减编本的话 放着没动一阵子 他还会说已经自动把你登出 那但是这个网站没有登入功能 所以把你登出到底是什么意思 我们也不知道 总之就是在教育部 完全没有整合的 这个国字的笔顺网啊 减编本啊 重编本啊 那当然也有就是台语的跟客语的两本字典啊 等等的这些 在教育部完全没有整合起来 所以呢就让我们去做这种跨文化的教学 变得非常困难 那这个时候呢 与其去骂政府 或者与其去 就是做一些言辞上面的一些攻击 不如我们就花这样子同样的时间 但是呢 写一点诚实 做一个新的系统 这个系统就是蒙点 蒙点就没有旧的系统的这些问题 而且呢我们找到旧的系统漏洞之后呢 意思就是说它的错字之后呢 有很多什么上下引号没有对齐啊 书证引用同样的书证 但是引用的字又不一样啊 等等的情况 当时我们就透过一个叫啄木鸟的活动 从蒙点计划这边的参与者 提了非常多上千个 各个不同的在重编本里面的错字 以及排版错误的地方 给我们的曾世杰老师 给国教院 那等于是说 我们分支出去 想象一个更好的情境 又把这个情境呢 捐出来 抛弃掉著作权 让旧有的这个版本 也可以更好 所以后来国教院 也在我们的赶招之下 也把他们手上所有的这些词典等等 都用创用CC授权 就是一定程度上 抛弃掉著作财产权 但是你不能乱改它 就是国字这个15化 你不能改成16化 但是只要是 你不要15化改成16化 你可以任意的去使用 那像这样子的做法 也鼓励了很多人 所以大家现在在社群媒体上 这几年都可以看到蒙点的 一个功能 就是字图的功能 一个九宫格 里面用这个凯书 或者是用什么别的字体 写一些字 好像那个举牌小人 那样子的概念 可以一下子就传递出你的讯息来 而且还不用 就是付那个图库的授权费用 所以后来它也变成一个 大家沟通的时候 很方便的一个做法 所以这种你行你来 创造新系统的概念 我觉得就是任何民主政体 都需要的 而你如果觉得蒙点 有什么不足 有什么不对 好比像说 也有一位朋友 叫做林嘉宜 那他就是以前在教育部 就是负责台语点 他发现蒙点里面的台语点 没有与时俱进 他没有跟上这个时代 很多最新的用词 也在里面没有收录 所以他就自己发起了 i.e.tw 然后呢 让大家都可以去贡献 最新的一些词 不只是宝可梦的名字啦 还包含一些金融的用词 区块链 比特币 使用者体验 跨性电商 天使投资人 加速器 这些台语到底要怎么讲呢 大家就可以一起来 集思广益 所以这个就是为什么民主社会 需要这些公民黑客 一起贡献 是非常好的问题 我自己透过网路来求知 大概是1993年 就是我12岁的时候的事情 那在那个时候 其实全球资讯网 就现在大家熟悉的这种浏览器等等 基本上还没有开始 或者是还在非常实验室里面的阶段 那绝大部分都是纯文字的讯息 也没有什么贴图动画这些东西 那但是呢 就算在当时只有纯文字的那个世界里面 还是存在很多 我们现在叫做 Open Knowledge Open Access 就是愿意把知识开放出来的这些前辈们 好比像说 有一个叫做古藤堡计划 Wootenberg Project 它就是把所有在一次世界大战之前 所写出来 已经没有著作权的这些经典的著作 那大家呢 就是去打字 然后呢 用尽办法 想办法校对 找到里面的错字等等 那最后呢 就是做出一个非常容易看 而且呢 因为它是纯文字嘛 下载也非常快的这个方法 所以呢 大部分的西洋的这些经典呢 在上面全部都有 那后来当然我们中文的经典呢 也有另外一个计划叫C-Text 就是中国哲学书电子化计划 也做了类似的事情 但是呢 我自己呢 在一开始 就是求知的时候 为什么能够 就是没有付非常多的 就是License 大学 就是要跟你知道那种论文旗刊库 付的那种钱 我没有这种这个经济能力嘛 但是我还是可以去进行探索 进行研究 就是因为在古典的这边 有古藤堡计划 而在现代的这边 到199495年左右 又有ARXIV 现在还在啊 康奈尔大学的一个计划 叫Archive 他就是邀请所有的期刊论文的作者 在登上期刊的 所谓的同侪审阅之前 先把他的草稿 他的手稿 先上载到ARXIV这个网站上面 让全世界的朋友一起同侪审阅 那所以后来呢 因为我在国中科展 二年级的时候的题目 是我们用就是人工智慧 去进行逻辑推导 所以呢 这个当时是尖端的 图书馆里面没有几本书 讲这件事情 所以我就花了很多时间 去看Archive的论文 我也有写email 去给这些研究者 这些研究者也不知道 我才14岁或15岁 也不知道我英文 其实不怎么样 是查了很久字典 他们就把我当作 另外一个研究者 一样的回信 有一些还是很知名的教授 所以我们后来 就一起开始做研究 那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我就告诉我的国中校长 杜惠平校长说 你看你要我完成国中学院 当时已经保送高中了 念完大学 这个去国外 考个GRE什么 念了PhD 当Postdoc 才能够跟我喜欢的 这位教授一起做研究 但是你看 我现在已经超前部署了10年 我只要写个email 我就开始跟他一起做研究 可见升学啊 真的是不必要的 我可不可以Fortime 来做这样的研究 那后来呢 杜惠平校长想了 大概一分钟就说 好没有问题 你从明天开始就不用来学校了 教育局那边 我们知道有强制入学条例嘛 会罚钱嘛 那个我来帮你处理 所谓的处理 就是伪造文书的意思 那但是因为这个追溯期已经过了 所以没有关系 可以在这边分享 所以也是很感谢 就是在体制里面的公务人员 撑出这样的空间 那时候我14岁的幼小的心灵 就有一个概念 就是常任的公务员 是全世界最创新的人 那这样子一种感觉 现在都还是在我的心里 我想从第一个问题的 这个预设看起来 好像是说 有不自主的学习啊 那但是其实对我来讲 并没有什么别的学习方式 我从入小学 或甚至幼稚园以前 因为我读了三个幼稚园了 六个小学 然后一年的国中嘛 十年十个学校 从来没有做过暑假作业 所以对我来讲呢 就是说 因为我每个暑假都在转学 所以对我来讲 并没有什么体制里面的教育 这回事了 对我来讲 就算我学籍是挂在 某一个国小等等 我真正记得的 我真正学得会的事情 永远都是我自主学习来的 意思就是说 如果我脑里面 没有一个想要解决的问题 好比像说 为什么在网络上 那么容易相信别人 为什么面对面 反而是比较慢熟 要先吃炖饭 一起看个电影 怎么才能够开始 就是彼此互相交心 那但是 为什么在网络上面 从来没有见过面的人 只是几个关键字对了 马上就可以无话不谈 这个叫Swift Trust 这是我在15岁的时候 非常感兴趣的一个研究题目 那这样子的研究题目 它自然就会带领我 去学习 可能心理学 社会学 语言学 互动体验 那也是算设计 等等 所以也不一定是学问 说不定是一些技巧等等 那所有这些 其实它本来都是属于不同的学门 那如果我有去念高中的话 据说好像要分文理组 这个我不是很熟悉 因为没有这个经验 那但是呢 不管它本来在什么星座里面 对我来讲 就是我在 好像夜空之中 看了一个方向 我想要解决这个问题 我想要搞懂这件事情 所以它旁边的星星 不管本来是被变在什么星座 好像我自己把它组成一个星座 可是这样子的情况 其实就是自主学习的 唯一的学习方法 就是现在是叫做 Project Based Learning 或Problem Based Learning 就是PBL 以专案 以问题解决 为导向的学习方式 所以第一个问题 我很难回答 因为对我来讲 我全部的学习方式 都是这个 我很难把它跟 别的学习方式区分看来 因为就没有什么 别的学习方式 对我来讲 那第二个是说 在我们的现在的学校里面 因为我们108课 已经逐渐的上路 所以其实并不是说 你可以选择 要不要给你学生自主学习 而是每个人都有 自主学习的那个潜力 不只是在自主学习的 时数时段里面 让他们开始找出 自己PBL的那种想法来 甚至是在一开始的 像一二年级的 就是第一学习阶段的 生活课程 我们以前是有一个非常 由上而下的一个规格 要做美劳 要这个音乐 吹直笛 什么这些 但现在我们是把它用一个 生活这个概念 也是靠自主学习 因为本来六岁七岁的小孩 他就是自己退队 很多东西都有好奇心 你说没有自主学习的能力 是不是说只有特定的人 才有自主学习的能力 并不是这样 而是说大部分人 在成长的过程里面 你把它套进了一个固定的 线性的学习的一个框架里面 导致说好像他别的方式 就难以学习 好像说 就是一只鸟 关在笼子里久了 后来笼子打开了 意思是说他毕业了 出社会了 他也不一定可以飞 因为就是有习得的无助感 Learn helplessness 那所以我们的自主学习的 基本的概念就是说 即使是在这么小 第一学习阶段 他好奇心非常旺盛的时候 你也要问他说 不是标准答案是什么 他答对了才有分数什么 而是说 你对什么东西好奇 对什么感兴趣 那他就会引领 这个想法往新的方向 而且也不会有 就是好像 我独学而无有的这个问题 因为他如果感兴趣的 这件事情 别人也感兴趣的话 他们跨年龄 跨不同的学们 跨不同的文化 本来就会组成一个学习圈 那在这个学习圈里面 自然就不会变成说 好像练一练 自己就中断了的这个情况 因为本来这个问题 就需要集合众人的智慧 来一起解决 所以简单来讲 只要找出的 那个问题意识 那个专案 是有公共利益的 那基本上呢 旁边的这个社群 一方面可以让你不会觉得 你要解决全部的问题 不会那个重担 特别重 但是二方面 你随时每天 就算只花五分钟 十分钟 一小时 你还是可以去跟上 这个社群最新的进度 好 我都比较简略地回答 因为这些题目 每一个都可以开 一天的研讨会 那我们就 就是比较abstract 比较抽象地来回答 从我自己成长的过程 我其实一直觉得说 如果我没有办法 感到被理解的话 那同时可能对方 也没有被我理解吧 因为双方的互相理解 是沟通的一个基础嘛 那书里面也有提到说 当时我一直不知道 为什么班上的第二名 要一直欺负我 好像一定要把我赶走 后来我也休学了 那是我小学二年级的事情 他就从第二名 变成第一名了 但是他的成绩 并没有进步 也就是说 事实上 他的学习状态 并没有任何差别 但他很执着 那个相对的名词 我完全不了解 为什么会有这种人 那所以后来就发现说 当然不是一个八岁的小孩 他天生有这种 人跟人之间互相竞争 然后这种虚幻的 就是自尊心的来源 不稳定的 自尊心的来源 当然不是他生来 就天生有这种问题 而是他的家庭 灌输给他这样子一个 不健康的观念 那这个观念怎么来的呢 所以我在休学的期间 就是小学二年级下学期 我就试着去理解这件事情 那时候就看了一些书 萨提尔 摩特索利 等等的这些 关于儿童成长的这些书 看完之后我就发现说 确实 有一些人他是会把他的自信 放在这种相对的比较上面 这种不稳定的比较上 而又有一些人呢 他比较成熟之后 他可以把自己的自信 放在他内发的动机上面 当然更成熟之后 是他怎么样去帮助他人 那是再说的事情 所以在我小学二年级下学期 看了不少书 了解了就是儿童心理学之后 第一个 我不会觉得说 好像我不被了解 因为这个时候 我就比较知道说 之前那个沟通 无法沟通的状态 它是什么环境结构的原因造成的 那这样子的话 我的力气就可以花在说 那我未来可以创造 怎么样子的环境 让像这样子的沟通障碍 可以不要再发生 也就是说去创造一个 不是人跟人之间 个体互相竞争 而是个体之间互相互动 达到共好 但当然达到共好这个团体 团体跟团体之间 难免还是会互相竞争 这个是没有什么问题 但是我们尽可能去创造一种 就是不管是教育或生活环境 让个体跟个体的竞争 可以走入历史 因为反正当年也是一个 翻译错误造成的 就是核心能力 core competence 被不小心翻成核心竞争利用 那个就是翻译错误 那但是很不幸的 就影响了一代或者两代的人 所以这是第一个 就是我并没有特别 想要觉得说 一定是我要被了解 而是我如果一下子 不能了解对方的动机 我会用这样子的方式来处理 第二个部分 我觉得我自己的家庭 有一个特点 就是什么事情 都必须讲出一个道理 他们说 你刚刚说支持我 做很多很不同的选择吗 但是呢 其实每一个 我都必须要讲得出道理来 也就是说 他们并不会接受说 好像我只是 什么一哭二闹三上吊 等等的这种情况 就会给我任何 我所要求的东西 那个是完全没有用的 我必须要说服他们说 这件事情他真的是 对其他人没有坏处 没有违法 没有违反物理定律之类 那后来呢 这个他当然就会觉得说 不管是我爸 或者我妈 或者家里其他人 就会说 好 那我给你 你需要的资源 那这个呢 其实就是很像创业的过程 就是你必须要跟投资人 pitch 你如果只有五分钟 跟投资人在一个电梯里面 你要用那五分钟的时间 讲得出一套道理 让他觉得说 好 那你这个未来 听起来有点成功的机会 而且呢他好像也没有什么负面的影响 那算我一份 这样子 那所以呢后来呢 我就发现说 这个在我创业的时候也很好用 就是我不管想到什么 天马行空的主意了 反正五分钟 讲得出一个道理来 那大家就比较愿意来 集思广义 然后来一起解决这个问题 而这个其实也可以 套用到偏乡的这个题目来 我们在偏乡 我们可以看到说 很多的教育工作者 他其实是 不只是教育工作者 而是一部分是家庭功能的一个代偿 或者是说 是我们刚刚讲到的 我的这个延伸式家庭 就是我的整个家族 他们看到了什么 想到了什么 跟我分享等等的这些 确实也许在偏向 他有他自己的文化 他有他自己的主体 可是他旁边的文化刺激的多元性 也许没有那么多 那这个时候 老师就扮演很重要的角色 因为毕竟你不可能24小时 去跟每一个学生都一起生活 所以这个时候就要善用数位的力量 所谓的数位 就是不止一位 那就是数位正位 就是好几位 可能数十位 数百位 都叫做数位 因为就像那个可汉学员的 那个Samal Khan 他说 我的学生 他有机会面对面听我教课 但是一开始是他的亲戚 有面对面听他上课 但是他听完他面对面上课 说 这个Samal 我比较喜欢YouTube上面的那个你 比较不喜欢面对面的这个你 面对面的这个你 有时候会没耐心 YouTube上面那个你很有耐心 我这个听不懂 反复放个十遍 他都不会有那种急躁的感觉 所以这方面 数位技术还真的还蛮管用的 就是说 我们把最重要的一些 核心的这些课程 我们用数位的方式 透过CC授权等等的方法 放在网络上 但这个还不够 你还需要有宽屏 那还需要有设备 不过好在宽屏现在是人权 设备的话 学校 图书馆 文件站 等等的地方 也都有设备 那但是除了宽屏跟设备之外 最重要的 还是要有一个学伴 有一个company 有人带领他 到这个网络的社群 告诉他说 存在这样子的一些资源 就好像 我如果一开始 不是知道说 有internet archive 有ARXIV 有Gutenberg Project的话 那我自己也不可能 做任何研究啊 总是要有人带着嘛 当初带着我的这些朋友 其实当时才是高中生 或者是大学生 所以在我们现在 教育部也有一个 非常类似的 叫数位学办 这样子的一个想法 就是让大学生 能够带着偏乡的小孩 并不是教育他什么 而只是引导他 到这些线上的资源来 让他能够进入线上的社群 而且他学到的一些东西 对他在地立刻就有用 他可以学到一些 好比像说地方创生 做一些行销的一些活动 让他在地的这个特色 然后更快地被大家所理解 又或者是说 他可以学到说 现有的 甚至只是 就是政府 在地的地方的 可能中央的这些 不管关于长照的 关于农民的 渔民的 所有的这些 补助啊 讲助啊 等等的方案 其实在网络上面 我们都已经集成起来了 那但是呢 他的长辈不一定知道 所以他一学到 他就对他的在地 马上立刻有共性 有帮助 在这样子的情况下 他不会觉得说 好像是要一路等到我 发展到某一个程度 我才能够 对我的家乡 我担任护理师 或者我担任医师 或者担任警官 有所帮助 当然他未来也许是 还是可以担任 这样的工作 但就算是他在 国教阶段 他立刻从他的学办 大学办里面 学到一些东西之后 他立刻就可以用来 投入他自己的 这方面的活动 所以作为老师 这个就是一开始 把他带到这个社群里面 这个真的非常的重要 因为大家都跑到数位上面了 slido上面 现在有六个问题了 好啊 我就每个都简单回答好了 第一个是问说 自主学习 它来自想要解决问题的动机 但是在解决问题之前 还是要先具备察觉跟观察问题 但是这样子察觉问题的能力 持续好奇探索的能力 要怎么样子来建构 这非常好的一个问题 我具体的建议就是说 其实对很多学生来讲 他立刻就有成就感这件事情 在现在是非常重要的 像刚才在slido上面 大家只要一提出问题 那一刻就会看到自己的问题 被别人按赞 像我刚刚念的这个 就有三个赞了 那这个时候呢 它自然就会提供你一个 正向的刺激 就是说 你提这个问题真的蛮好的 已经五个赞了 对 那这个问题真的蛮好的 至少现场有五个人 愿意跟我一起来探索 这个问题的解决方案 所以我们如果是能够 在一个学习型的 一个社群上面 让大家都发现说 只要我抛出一个问题 抛出一个不成熟的答案 不是没有面子 而是说 大家都能够七嘴八舌的 想要来解决它 这样子的情况下 我如果能够在几秒钟之内 或几分钟之内 就感受到 不止我一个人在意这个问题 那这样子持续好奇探索的动机 它就会从内部被加强 因为它发现说 自发可以达到互动 那接下来就是怎么样建构 大家有不同的看法之后 那这个察觉的能力 怎么彼此之间彼此互补 那刚才我觉得老师 讲到一个非常好的一个point 就是说以前所谓的沟通 常常是单向的 就是像说教一样 所以我这边具体的建议 就如果要建构察觉能力的话 可以试试看 我们在 因为今天是资商心理事节 在资商心理事训练里面 最最基本的一个训练 类似就是蹲马步的那种程度 叫做积极聆听 就是我们跟 不管是老师也好 家人也好 或者是一起探索的朋友 同学也好 我们就练习嘛 就是你在这个题目上 你先讲 讲个五分钟 那我中间的绝对不打断你 我除了可能做一点笔记之外 我的这个眼睛 绝对不会离开你的脸 那你讲了五分钟之后呢 你就停下来 然后我讲五分钟 我讲的内容就是 我刚才听到你说的话 基本上就是 我们刚才对谈的时候 您所做的事情 做一个综整的工作 那双方只要在这五分钟里面 彼此都不打断对方 其实察觉的能力 一下子就建构起来了 那这个呢 是没有办法用知识性的方式 一个人对着荧幕来学习的 除非荧幕上面 刚好是另外一个宽屏 那这样子的话 因为我刚才也看得到 您的一些肢体动作等等 这个时候还是可以做到同理心 那但是我们如果只是看一本书 或者用非同步的方式 这个确实是比较难建构 所以多花一些时间 练习一下积极聆听 我觉得这个是蛮重要的 那这个是这个问题的回答 不过我也想要先问说 那现场有没有人要追问 或者是举手等等 因为毕竟我们不能够歧视 这个没有用slido的朋友 好的 那如果工作人员刚好手机上 有开slido的话 也可以提供给主持人 这样子比较会主持人 瞬间被编冶 好 那下一个问题是 有六位朋友们想要问说 网络环境非常的自由 但是我们也担心 现在小孩会遇到 网络陷阱无法分辨 而且更担心的就是 网络成瘾的问题 有没有什么建议 有没有什么看法 我具体的建议就是 当我们在学习的时候 就把我们的小孩的手机 当做教具来使用 也就是说 如果小孩在一开始上课 或甚至是一个大的演讲的时候 像我们今天 这么长时间的演讲 其实你超过20分钟 小孩在底下就一定会画手机 这个是不可避免的事情 而且一定就是 他会想要找个什么东西按赞 这个也不可避免 你如果硬生生把他手机收走 那他有些人手会发抖 就是会有戒断的症状 这些都是真的 但是我们总是要超越他 所以通常我在大型的演讲的时候 一定都是说 那请各位同学拿出手机 扫这个QR Code 扫这个Slido 那他想要按赞的冲动 就可以放在这个共用的教具上面 他还是可以得到彼此之间 互相的加强 可就不是每个人 在自己的社群网络的世界 而是大家都在同一个演讲里面 那第二个就是 他随时想要留言 他一留言就会感觉到旁边的人按赞 这个及时得到 就是快感的这个状态 比起他发文到Instagram Dcard等等的地方 他可能要等10分钟 一小时以上 才会有人按赞 那所以这个时候发现Slido 这个还更快速 就给他这样子一种 成瘾的满足的感觉 那等到你慢慢把他的这样子的一种成瘾的概念 导引到这种Pro-Social 就是人跟人之间更亲近 而不是Anti-Social 就我们明明现在面对面 但你正在滑手机 而且看的还是跟我没关系的事情 的情况下 他们就会发现到说 原来网络成瘾的这件事情 其实也是一种代偿 就是我们平常喜欢的这种 及时的人与人的关系 没有办法满足的时候 他用一种比较空虚的 这种非同步的方法去满足它 但是当他发现说 原来我的手机 也可以是面对面的同步学习的时候 的一个辅助式的辅助智能 那像这样子的做法 像Slido的做法 就会告诉他说 那网络自然没有成瘾的问题 因为网络是来辅助社会的 辅助面对面的沟通的 而不是说 他是把人从面对面沟通的情境 把他拉出去的 那这样子的话 既然他是辅助面对面的沟通 或及时的高频宽的视讯 我也把今天这样 当作面对面的沟通了 那这样子自然也没有什么 网络陷阱无法分辨的这件事情 因为绝大部分的网络陷阱 都是来自于脑补 就是他给你一小部分的讯息 让你脑补大部分的 像我们这种高频宽的及时互动 其实是不太可能 有脑补的这个问题的 所以大概这个问题 先回来到这边 好啊 OK slider上面现在大概还有 也要还有五个问题 好 那我就继续快速回答咯 好 那有五位朋友们想要问说 我们有的时候会遇到一些 有特殊需求的学生 但是呢 要让家长了解 自己的孩子与众不同 这个时候有时候 老师 有些特教老师 要跟家长讲这件事情 那这个时候你要怎么样子解释 孩子的特殊的状况 其实我们现在在各个学校都有推IEP嘛 就是一个人的个人 他按照他实际的个人的需求 量身打造出他自己的课表跟学习的方法来 而且事实上在高中阶段运势选修了 现在 所以其实本来就是每个学生一个课表 每一个人从某个角度来看 都有IEP了 所以这个时候 我觉得这个难度比以前要来的稍微低一些 因为以前你必须要说 他必须要转到一个特殊的班 特殊的学校等等 但是现在呢 尤其如果他的程度比较 没有那么严重的话 其实你可以透过IEP 去做共荣师的教学 所以这个时候 其实你只要告诉家长说 你的小孩 他有就是他自己的天赋嘛 有他不同于人的地方 但你可以用一个比较正面的方法 描述说 我们如果再加上这些IEP的这些辅助的话 他就可以学习得更好 那就不是说 把他疾病化 标签化 污名化等等 那因为就是今天自上心理事解 所以也有一个新闻是说 我当时因为想要看得懂拉刚啊 或者佛罗伊德啊 克莱恩啊 温尼考特啊 这些人的书 那所以呢 我就去看了很多经典 但是后来我就碰到一个朋友 那在一个研讨会跟我讲说 你看这些经典啊 没有什么用 因为他们呢 都是在一个特定的情境 就是每个礼拜 四天或五天躺在长椅上面 讲四十五分钟 随便想到什么就讲什么 的这种古典心理治疗的 这种精神分析的情境 写下来的 所以你看得懂这些经典 唯一的方法 就是你去体验一下 那所以后来呢 我就去真的是体验 跟法国的分析师 也是透过这种连线的方式 一起工作了五年多 那在这里面呢 我就发现说 其实与众不同 尤其在法国的 受到拉钢影响 精神分析学派 这个就是 整个精神分析的目的 就是他想要 那个个案了解 自己的与众不同 对社会有什么贡献 因为如果每个人 看社会都同一个角度 没有什么贡献可言 一个社会 它是有点像拼图一样 每个人从不同角度看 才能够帮助社会 更了解自己 所以像我自己的办公室 的这些就是公共艺术啊 等等 基本上都是喜汉儿朋友们 所建造出来的 那这些喜汉儿朋友们 当然大家可能知道说 他们就是烘焙啊 烤面包啊等等 非常的厉害 那但是可能比较不知道说 他们看世界的时候 也是好像范骨一样 就是我看到世界的时候 看到的是一些 比较抽象的数学啊 这个空间结构嘛 对他们看到的时候呢 其实呢 就是看到他中间 拓扑的联系 然后还有那些色彩的 这些连绝等等 所以当他画出 他看到足球场的时候 每个人看到的时候 都会发现说 那这个真的是太有创意了 他立刻进入一个 社会创新的一个心情里面 那所以这个时候 如果是你要跟这个家长说 那你的小孩有像范骨 这样子的一种创造力 所以我们需要用IEP 这样子的方式 来让他的这样子的一种创意 能够进入我们学校的校园 这个时候他就是对学校 有所贡献 对社区有所贡献 这样子跟家长讲 大部分的家长都是会统一的 对 其实我们推新课纲 特别在幼教 就是幼儿园或者是第一学习阶段 为什么现在才能推 就是因为说 现在的这群比较年轻的 就是家长 他自己是在教改之后 接受教育的 如果是再早几年推的话 那就更困难 因为他对于学校的那个想象 是帮助规训的那种想象 威权时代的想象 那现在是还好 因为如果是比较年轻的家长的话 他自己当年也不是那么威权的 已经稍微有一点松动的这个情况 所以他比较会在意的 虽然人跟人之间 个体之间彼此竞争 因为当年的翻译错误 还是在这些家长的脑里 但是比较没有那种 就是只有一个标准答案 一个口令一个动作 这种比较军训化的那种东西 比较不会在 现在这一辈年轻的家长里面 还被奉为闺孽 所以我觉得 如果是幼教的教师的话 或许可以用一个方式来想 就是说 我们不是说 要让家长废除掉 人与人之间竞争的概念 因为这个是他们从小的习惯 这个是已经没有办法 瞬间去扭转的 但是你可以把它引导到说 那我们竞争的那个东西 不是零和的 不是说好像 我第一名 那就一定有一个人 会变成第二名的 这种完全没有意义的东西 而是说 大家可以试着去比赛 用创新的方法 而且是有点像创业 就是同一个创业题目 一百个人做 谁也不会取代谁 好比像说 我记得那时候 在今年二月三月 三月的时候 一直到四月 我们就一直在比赛 谁能够用更创新的方法 来说服小孩说 你洗手一定要 就是内外加工大力玩 一定要洗到足足20秒 而且我们这个确实有KPI 因为就是台湾自来水公司 跟北水会去量 它在校园跟在社区里面 那个自来水用量 所以我们一下子就知道说 就是大家洗手的 那个时间的长度是多少 那当然就出现了很多很可爱的这种创作 那当然卫福部也有一只可爱的柴犬 要你说戴上口罩 不要吓到吃手手 就是肥皂清洗手等等 这个梗非常的好 那所以就在就是很多国外 都把戴口罩当成是一个由上而下的 政府的命令 非常威权 所以我们要抗议 抗议的方法就是不戴 等等这样的方法的时候 就在当时的同时 我们就是透过这样子一种 也是有一点竞争没有错的方式 但是我们竞争的那个标的是 谁能够想出更好的梗 让大家愿意戴上口罩 或者洗洗手 那或者甚至像某一个小男生 可能也是年纪很小 说我们口罩 实名制止给我粉红色的口罩 我不敢戴粉红色的口罩上学 会被笑等等 那他的家人就有打电话到我们 就是1922嘛 那1922马上就告诉我们指挥官 然后隔天指挥官跟所有的 就是下午两点记者会的朋友们 通通都戴上粉红色的口罩 那然后指挥官还加码 说粉红豹是他小时候的偶像 就是这个小男生忽然变成 全班最夯的就是小男生 因为之后他有就是英雄 以及英雄的偶像的口罩的颜色 那所以像这样子的一种 创造力的竞争 你还是可以把它往进度 往竞争等等这些词汇 但是你心里知道说 其实每一个创意 它不是靠盖掉另外一个创意 而是在本来的创意之上 再去发挥 彩虹色的口罩 又放在粉红色的口罩上面 现在彩虹色的口罩 或者口罩类似像 集幻式什么卡片游戏 这样子的东西 在台湾已经变成一个险血 那这样子当然就一瞬间 不是一瞬间了 但是一个月之内 就让我们四分之三的国民 愿意戴口罩清洗秀 那当然也就没有病毒的问题了 是 这也非常好的问题 我想我还没有完成的这些梦想 现在就是跟全球永续发展目标 是完全一样的 所以如果有空的话 可以到globalgoals globalgoals.org 它就是有全部的全球永续发展目标 就是在全世界的规模 消除贫穷 终结饥饿 增进健康 优质教育 性别平等 干净的水资源 可以负担的永续能源 就业跟经济成长 永续工业基础建设 消弭一切形式的不平等 永续的城乡 循环的经济 责任消费与生产 然后解决气候变迁的问题 然后永续海洋跟保育 还有陆域的生态的保育 在开放政府上面 做到制度的正义 跟全世界程度的民主化 跟和平 然后以及达到永续发展的 伙伴关系 那这些虽然都是联合国 在2015年 大家都同意说 2030年要达成的 不过大家刚刚听我这样子 全部一遍念完 2030年要达成 还真的不容易 需要非常多的人 来一起集思广益 所以我是觉得说 我并没有自己个人觉得说 一定要在我手上 把这些都打成 因为这些问题太大 169个具体目标 我能够在里面 两三个有一些具体贡献 我就已经很满足了 绝大部分 还是要靠大家一起来完成 对 就不想打断我们嘛 对不对 最简单的答案 就是不想打断我们 我们两个在讲话的时候 举手需要很大的勇气 那但是在滑手机的话 就算你po一个 比较尖锐的问题 反正大家都爱滑手机 没有人知道你问的 所以他需要的那个 心理门槛低很多 对 我觉得确实是如此 就是说 如果你是唯一的一个 想要挑战权威的 那本来真的会需要非常大的勇气 而现在因为有slido 或者是说有hashtag 就是主题标签 把各种不同想法的人 连接起来的这个技术 所以第一个帮猫挂铃铛的老鼠 的这种 就是第一个人要吸收全部的成本 其他人都是freerider 的这个形状 在数位的世界确实不是如此了 你就开始一个主题标签嘛 大家礼拜五都不要去上学嘛 上街抗疫气候变迁 那立刻就变成全世界的运动 那甚至是 就是最早的主题标签 最viral的主题标签之一 就是在自己身上淋一桶冰水 然后把它录影起来 然后再点名另外三个人 往身上淋冰水 那这个也是让大家 对见通人有所了解嘛 所以我的意思是说 确实数位是让第一个 去做什么改变的changemaker 去做改变的人 不需要像以前那样子勇敢 可是这是一件好事 因为它的门槛降低了的意思 也就是大家都可以一起做 而且像群众募资 如果到最后群众募资 没有那么多钱 那你就不做啊 钱退还给大家就好 你就轴转嘛 主轴还是一样的 都是自发互动共好 那你就转向 用一种新的方法来问 所以像slido也是如此 你举手 你觉得自己很孤单 因为别人到底支不支持 你想问的问题 你根本不知道 但是在slido上面 我们可以看到说 提出像什么 网络环境非常自由 现在18个赞了 那这个时候 这位叫贝蒂老师 应该就很高兴 因为他觉得说 他的自发 因为互动 达到至少有18个人 这样子的一个共好 所以就比较不勇敢 不一定是坏事 不一定是坏事 不一定是坏事